终于能回去了 能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准备啊 我也不知道啊 以前都是牙医界准备的 我回来了 有没有想法 阿波应该是不用剪开来的吧 是吗 波尼亚是不是把零食藏起来了 是舰长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新版本工作人员说怕我大嘴巴就把我赶回来了 不如阿尼亚他们被留下来拍新衣服了 这怎么还要贴两片云南高药在脸上 舰长 不好了 今天来了个不得了的客人 和之前见面时变化太大 我们差点都没认出来 是啊 头发都白了大片 你说他会不会是 我也得显得成熟故意染的 你和Kiana是姐妹 不是 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知道吗 应该还不知道吧 这不会要我去说吧 我不擅长看这种事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肯定不会让舰长你去办的 等过几天有空了以后 我会亲自去你们那拜访的 毕竟 那是我的 无需介意 天啊 舰长 这么久以来 本来的身份已然不再重要了 不管怎样 你都是我们最重要的Kiana了 所以不用担心 来 终于来了 九级无敌 这是这么可爱的 哎呀 本来只是来找你谈谈下职活动 参与的事情的 不过 今晚来我办公室 我们来谈谈别的活动吧 已经回去了吗 不需要我们招待什么了吗 舰长 舰长 啊 他真的晕过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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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